农村以前傻吃风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,几乎村村都有,但现在却很少看到了,这种傻吃风横行的现象其实是有原因的,可以从两方面分析,一是过去农村主张亲上加亲,近亲结婚占相当一部分的比例。 近亲结婚的情况在过去的农村是比较普遍的,现在我们都知道,法律是不允许近亲结婚的,毕竟两人的血缘关系越接近,后代遗传病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,但过去的农村人普遍比较愚昧,受传统亲上加亲思想的影响,很热衷于近亲联姻。 近亲结婚危害性是多方面的,先不说别的,就说生孩子这一条,近亲生出的娃智力低下,畸形儿的概率都很大,而且这个有害基因也会传递给后代,造成好几代人的精神和身体也出现一些问题。 临村有对父母是表兄妹关系,两人结婚后,生下的儿子是脑瘫,嘴歪眼斜,生活不能自立,一辈子都没有娶媳妇,一直由他父母亲照顾着。 二是,过去农村医疗条件落后,小病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治疗,就脱成大病了。 过去的农村各方面都很落后,医疗水平更是落后。 生孩子一般都是去叫个村卫生室的医生在自己家里生,不像现在得去医院生孩子。 生之前还得定期去医院,做个孕检护理什么的。 以前的孕妇没有现在这般娇贵,邻居老奶奶说,他们那个时候孕妇挺着个大肚子,还得下地干活。 以前一是穷,大医院消费不起,二是医疗一是淡薄,不知道生孩子要注意很多,胎儿在肚子里有什么症状都不知道。 生出的孩子即使是不正常的,也不会提前知道。 傻吃疯这类人平常不犯病还好,一犯病就可能会出现各种情况,自杀的有,砍伤别人的也有。 小时候父母看惯着,不会做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情,一旦长大就不易受控制了,发起疯来,六亲不认,危害性是极大的。 现在农村人的思想都比较开明了,生活条件也优越了,近亲不能结婚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,有病就及时就医,所以傻吃疯的现象减少了。 关于傻吃疯这种现象,小编就说这么多,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?你们那有这样的人吗?欢迎留言,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想法吧。